我妹妹的女兒靜香今年要上小一了 去班上才發現她比同年紀的女孩高很多耶 妹妹說想要找中醫幫忙女兒調理 還是這類的問題應該找西醫檢查呢 爸爸媽媽好 我是中國醫藥大學膚射醫院中醫兒科的林怡君醫師 在我的門診爸爸媽媽常常會問說 什麼是兒童性早熟 那兒童性早熟呢 她呢指的就是小女生呢 胸部發育小於8歲 或者是小男生她的第二性徵 搞完發育小於9歲 那如果說當你家裡的小朋友 小女生她的胸部發育小於8歲 那該怎麼辦呢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帶她來看我們中醫藥大學 副社醫院兒童生長發育的中西醫聯合門診 這個門診呢 方便爸爸媽媽同時呢 可以什麼 接受中西醫相關的醫療諮詢 像兒童性早熟呢 他們呢 他們需要的是要先了解 為什麼這個小孩 他呢會發生性早熟 因為原因非常重要 那這個原因呢 他就必須藉由一些相關的檢查 才可以了解 那在這個兒童生長發育的中西醫聯合門診 我們呢會提供 西醫相關的檢查跟檢驗 那還會提供中醫跟西醫相關方面的醫療 那兒童性早熟在中醫方面 會怎麼處理呢 以及在西醫方面會怎麼處理 如果說這個小朋友 他已經確定了是兒童性早熟 那而且他的原因已經排除了病理因素 那在治療的部分 在西醫 目前是有一些藥物可以幫忙 緩解這個青春期進展過快 那在中醫的部分 有一些藥物 可以幫忙小朋友 讓他的青春期發育 可以再慢一點 在西醫的部分 主要還是以打針的方式為主 那在中醫呢 是有一些口服的藥物 那兒童性早熟呢 他呢在治療都需要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呢 爸爸媽媽媽可能會有一些疑慮說 在西醫部分是以打針為主 那這樣的治療 是不是會對這小朋友在日後 有一些影響 那其實 目前一些相關的研究指出 如果說 他可以穩定的來接受治療 那其實對他的青春期緩解是有幫助的 而且目前的研究 也沒有發現有很多的一些副作用 那在中醫的部分的話 我們呢會使用像 治伯定環環或者是草脈牙 可以用來緩解這個青春期的進展 那在治療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呢會定期的追蹤他的股靈變化 以及他的客觀的一些生長發育的指標 那藉由這個中西醫的聯合冷診 爸爸媽媽媽可以縮短就醫的時間 因為你同時可以接受一些中醫 以及相關的 西醫的一些治療的諮詢 以及衛教的諮詢 那除此之外呢 這個兒童生長發育 性早熟的部分 在日常生活中有什麼可以去預防 或者是該注意的事項呢 那我會建議爸爸媽媽媽 我們可以定期的去追蹤這個小朋友 他的第二性癥的發育 因為呢如果你有提早發現 我們就可以提早的去處理 那小女生的話呢 你可以在他六歲之後呢 就什麼 要定期的看看 他是不是有第二性癥的發育 以及小男生也是一樣 他在八歲以後呢 就盡量要注意一下 他是不是有第二性癥的發育 如果你沒有辦法判斷 沒有關係 你可以帶他來這個兒童生長發育的 中西聯合冷診 或者是小兒內分泌科 或者是中醫兒科 請教醫師去判斷 他是不是有性早熟的跡象 那在平常呢 除了注意第二性癥之外呢 還要注意小朋友的生長速度 因為呢如果他生長的速度過快 他可能就是有性早熟的跡象 那另外呢也要注意小朋友的體重 那飲食上面要注意一些什麼呢 比如說呢 像是什麼 高糖分高油脂 這一類的食物我都建議 不要讓小朋友攝取太多 因為呢這些東西可能呢 他就會什麼增加小朋友的體重 那呢過重的小朋友 他們就比較容易有早熟的跡象 那另外呢我們呢 盡量讓小朋友少接觸不明 就是不明來源的一些保健類食品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一些 可能是會有一些受管肌污染的食物 可能在肉品方面 我們就建議呢 你可能要多元的攝取 不要讓小朋友單單就只吃什麼 很喜歡吃雞排 那就一直吃雞排 那我們可以讓他多元的攝取蛋白質 然後呢乳製品的話也是一樣 你可以攝取牛奶 乳酪起司也很好 但是呢我們盡量不要過量的食用 還有甜食方面 巧克力啊蛋糕啊這些都很好吃 小朋友都很喜歡 可是呢我們還是盡量要控制他 攝取的量 那平常呢讓他保持一定的什麼 運動量 那讓體重控制好 那這樣子呢他呢 體重不至於過重 這樣就可以降低這些早熟的風險 那如果說呢 你在這個兒童生長發育的性早熟 這個部分呢 如果還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到這個 我們相關的中心臉可門診這個部分 去做其他的諮詢 在跳懷的 tale 出貨值中 注嗎 你先來我一下